白色轎車行駛在路上 不過車裡頭不斷閃著亮光 仔細一看才發現 前座有一個超大螢幕 好像電視裝在裡面 太大了 就不太 在裡面一定不好看 看起來不像是真的 感覺好像是假的 好像看起來一樣合成畫面 因為那麼大我看不出來 它就是裡面真的有電視 如果是真的話當然是危險 其他民眾同樣在新北市 捕捉到這輛車 拉近距離一看 螢幕就在駕駛旁邊 從車邊看就玻璃上 就可以看到整個是 整個是平面的 類似液晶的畫面 車主們螢幕投影 在副架子座前面 寬度比一個座位還要寬 因此可能擋住右前方 視線發生危險 怎麼可能把這麼大電視 搬進車裡面 業者直言可能是客製化 把投影設備放在車裡面 前面再放投影膜 大概30寸左右 如此一來 效果真的可以取代電視 我們最大是13 12 13 沒辦法 因為距離 就是我們車子的距離 就是會很近 除非是用布連 就是布連 就是類似投影機的技巧 一般民眾車內裝電視 最大也只能到13寸 而且還裝在後座乘客 可以觀賞的地方 再看一次行車畫面 螢幕這麼大 不僅視覺效果差 恐怕行車安全也要打上一個大問號 記者劉思偉專輯 台北報道